闹钟响啦 快去床吧 嬷嬷嬷嬷出被窝啦 穿下洗礼 收拾地板花花 站着洗礼去嗨语啦 手忙巧乱冲出家门 巴巴工作 我们七乡要挨人 叽叽扎着你的魔草 抱抱擦开一整天 露露露快回家 把家家户户整理开饭 桃米摘菜点火倒油 咬耳盘叽叽叽叽响起来啦 摆桌当晚拿菜成饭 一家人冲着电视机打开去 欢天喜地有哭有笑 呼吸呼吸又一天 每天都是这样 欢天喜地有哭有笑 开开心心又一天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Bubble �� sync 牛奶 哇 妈妈你怎么把电视关了 嗯 这种打打杀杀的电视 小孩子看多了没有好处 你看可惜都被吓坏了 賀芹没你说得那么严重 那些都是编的 谁说的 我同事小李的弟妹的七姨家里就刚刚被人抢了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 还是看电视吧 你烦了 你烦了我也要说 为什么不让我说呢 可可可惜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件事吗 本来小李的弟妹的七姨家是不会被抢劫的 事情就糟糕在 当时家里只有一个小孩那坏蛋一敲门 小孩就给开门了 开门又怎么样 我肯定能打被毁弹 来了 想跑 想跑 救命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你们在哪儿呀 糟了糟了 上班要迟到了 为什么每次上班你都这么奇迹茫茫的 反正我比你动作快 再见了 你的头发 可可可可心 爸爸要上班去了 你们在家里可不需打闹啊 昨天晚上妈妈说的话 仔细想想也有道理 你们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陌生人 太可怕了 爸爸 你不要去上班了 好不好吗 那怎么行 爸爸还要工作 万一真的来来坏蛋 你们就播110报警 放心吧 要是坏蛋来了 我一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可可可 你要再吓唬人我不客气了 你讨厌我不是吗 那你一人待在家里吧 干嘛不让我出去啊 那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 剩下你一个人多清静 再也没人吓唬你啊 你以为我一个人害怕 那你走好了 那好吧 你千万别跟着我 谁跟着你是小狗 可可 等等我 可可 可可 你在哪儿呢 可可 可可 小朋友 你没事吧 小朋友 你是谁 你是谁 你知道柯念田家在哪儿吗 可可 可 encl田 没错 他家是在附近吧 不不不 他家 林立正好远呐 好像不对吧 小朋友 你大坏蛋 踩不上你的当 时间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有坏蛋 你别想瞎我 可可 赶快把门窗锁上坏蛋来了 坏蛋来了 真的有坏蛋 哭念田先生在家吗 不是他 可惜你看见了吗 嘘 小声点 真的是他 看来真是个坏蛋 他要撬开咱家的门 那可怎么办呢 还记得爸爸说过的话吗 万一坏蛋来了赶紧打电话报警 快点打吧 一会坏蛋就撬门了 糟糕 电话被人切断了 肯定是那个坏蛋干的 那可完了 你不要怕 我是男子汉 我要保护你 可是我们毕竟是两个小孩子 对付不了坏蛋的 我们跟他硬拼 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我们要开动脑筋 把他折磨个半死 可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了 我有注意了 听我指挥 把家里的水桶案板都用上 做上一道道的机关 学校会当家 多疑啊 别再犹豫了 马上停吧 真累啊 这下又好戏看了 可是外边没动静了 是不是坏蛋已经走了 我去看看 千万别开门 万一中了他的轨迹就白忙活了 那我们就等着坏蛋上钩吧 大坏蛋 大坏蛋 快进来吧 可可可惜 妈妈回来了 可可可惜 妈妈回来了 可可可惜 可可可可惜 你们在倒什么鬼 妈妈妈妈妈我们碰到坏蛋了 有个陌生人打听咱们家猪呢 还想撬咱们的门 多亏我集中生争 设置了一刀刀机关 要是坏蛋进来就把它折磨个半死 坏蛋你倒没折磨半死 你看看你把你妈妈当成什么样了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您好 就是她 她是坏蛋 我说你们白天怎么慌里慌张的 原来把我当成坏蛋了 我是电话公司里的工人 是来给你们修电话的 对对对 是我打电话约你们的 今天我加班就把这事给忘了 真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你们的电话已经修好了 你们这是要 这个 都怪我不好害得两个孩子瞎折腾 很少 鬼丁很少 啊 很多 很少 我爱的风力 笑脸很多 妆美很少 甜蜜很多 泪水很少 啊 很多 很少 啊 很多 很少 很少 啊 很多 很少 啊 很多人